第五号车 公司 这是一部新一代的大众CC 非常漂亮动感的外形 在车型定位上它也是打运动 打动感的 但是开起来说实话 感觉跟我所想的有很大的出入 因为这部车在正常标准模式开 所有东西都是虚虚的 方向盘是虚的 你看虚位很明显 油门感觉明显是虚的 踩下去 你很难通过油门的细微的变化 去调整力度的输出 甚至你油门踩在哪里 你自己都感知不到 因为它油门踏板太轻了 而且它是一个吊起来的油门 它不是落地式油门 大众上一代的车型 比如说上一代的CC 就是落地式的油门 油门比例很清晰的 现在这一台新的MQB平台的CC 反倒是变成了一个悬吊式的油门 踩下去的脚感就不好 然后油门又很轻 然后油门跟发动机之间的 动力输出的比例感又很弱 反正你任何时候踩下去 你脚不动 你不知道自己踩了多少比例的油门 你也不知道动力这时候 还有多少没输出 甚至我这个车在提速的时候 它提速是很爽 但是我提着提着 我发现油门已经到底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油门已经将近踩到底了 而我自己根本就没有预兆 可见它油门的那种比例感是有多弱 然后用到运动模式稍微会好一点 因为它的变速箱会用比较低的档位 油门的这种触感会扎实一点 方向也会变重一丁点 但是即便是变重了之后 我觉得它的方向的比例感也不是很好 我说的比例感就是那种指中的情况下 再去打一点点方向 这时候这个车的响应 这部车是有响应 但是这个响应比例感是不好的 就我打一点再打多一点 有时候太多了 又要回一点 不准确 整个车的感觉偏虚无 这部车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的德系车 比如说我们回到10年前15年前的帕萨特B5的年代 所有东西都是沉重的 方向盘是重的 油门是重的 包括发动机提速的时候 那个感觉它不是很轻快的 是重的一种感觉 它让你感知到机械的存在 让你觉得你跟机械之间是一种很直接的沟通感 但是最近一代 应该说上一代开始 到这一代的大众就更加明显了 这种感受 就是所有东西都轻了 变虚无了 它好像是更希望让你无视机械的存在 就是你开着开着 你忘记了发动机在为你工作 你忘记了转向跟前轮的关系 你忘记了你的脚底的油门 是可以很精准的去控制发动机 所有东西都忘记了 甚至这个车可以让你忘记速度感 因为它可以提速很快 它开到很快很快 严重超速的时候 整部车还是很安静 包括过弯 这部车的过弯极限非常高 侧倾很小 轮胎245的宽度 19寸的大轮胎 抓地力一流 所以你过弯 你都很难突破它的抓地的极限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 我开着它激烈过弯的时候 我没有很强的信心 开这部车是欠缺信心的 整个感觉是有点虚虚的 其实过弯的时候 越往快里开 越觉得有一点提心吊胆 包括这个方向盘 其实它的握感也是太细了 你看这极限是非常高 真高 一个前驱车 坐到这种过弯极限是一流的 提速也是极其快 但是它缺的就是人跟车的沟通 这部车就是它干它的事 它懒得跟你沟通 这种感觉其实不是特别好 或者说有人可能会喜欢 就是舒服的能开得很快 你跟人家拼极限它也不差 你去比它的KPI 就是我们说的变线极限 过弯极限 绕装极限 加速 这部车的KPI一定是漂亮的 但是人跟车的沟通呢 我觉得这是我近期开的最弱的一部大众 可能我对它的动感外形 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它的性格也很运动 大众完全可以把这台CC做的跟麦腾 跟帕萨特那些运动很多 它相比起来 但是它并没有 这部车我觉得在轻松程度上 比麦腾帕萨特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起来其实挺闷挺无聊的 虽然它很快 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你喜欢的车是怎麽类型的车 反正对我自己而言 我不是那么注重极限的速度 提速 当然过完极限我会注重 但我更注重的是人跟车之间的沟通感 而这台CC的沟通感 完全没有去到一个运动行车应该有的水平